你平时会看考古节目吗? 你知道掐门驼吗? 竟然有人为用尸体换钱而杀害17人 心脏对人来说很重要 但是为什么有人偷了心脏又还回来呢? 本期悟空探讨话题 三个可怕的考古发现 优势的心脏 你有被偷过东西吗? 有一名小偷从都柏林的一个大教堂里偷走了那里的大主教的心脏 心脏主人出生于1132年 后来成为了都柏林的大主教 多年后就去世了 之后他的心脏就一直放在教堂里面 他的心脏一直被放在一个新型的木盒子里面 而且这个木盒是装在锁起来的金属笼子里的 但没想到竟然有人把金属笼子弄坏了 然后拿走了主教的心脏 更让人吃惊的是 六年之后 爱尔兰警察又在都柏林的公园里发现了这个丢失的心脏 检查之后发现这个心脏完好无损 那这个小偷到底为什么要偷走他的 心脏之后过了六年又完整的送回来呢 真是让人好奇 贩卖尸体 你敢想象竟然有人靠卖尸体为生吗 有两个小伙伴在苏格兰开了一家简便的旅店 在1828年的一天 他们没有一个租客突发疾病不幸死在了旅店里 由于那个人的房租还没有交完 所以这两人想到了拿他的尸体去换钱 当时欧洲医疗研究人员急需大量的尸体做科学研究 以前尸体的来源基本上都是死刑犯 但是后来死刑犯的数量越变越少 所以很多医学院的研究变得困难了起来 所以就有很多医学机构开始在黑市上购买尸体 两人用租客的尸体换了钱没多久 他们的另一名租客也得了重病 他俩又准备拿人尸体换钱 但是这次他们都来不及等到租客自然死亡 而是直接闷死了这个租客 由于送去的尸体比较新鲜 所以他们也得到了更多的钱 已经被金钱诱惑的两人已经没有办法再等着尸体自己送上来 所以他们开始主动杀人了 不到一年他们就一共杀死了17个人 在帕安的时候 警方告诉其中一人如果他能控诉另一个人 那么他就可以脱险 所以警察用他的证词给他的小伙伴定了罪 那人死后也成为了解靠室里的一份子 然而在1836年 爱丁堡附近的一群孩子在山里发现了一个洞 洞里有17个木质的长方形盒子 盒子里面还装着人偶 看上去就像是一种小棺材 所以有些人认为 这些人偶就是那无辜被杀的17人 但英国DNA鉴定专家现在还在研究 那些人偶和那两个杀人犯之间的关系 古印度神话黑色女神 你有听说过一些古印度神话吗 你知道古印度神话黑色女神这样的一个人物吗 他叫恰门陀 是古印度神话中的黑色女神 根据印度的古籍里的记载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印度黑色女神的样貌 她的身上穿着像大象的外皮一样的衣服 长得也十分可怕 而且她还一直吐着舌头 然后我们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她腿上恐怖的清紧 身上带着比较短的刀 手上拿着脚锁还有又大又重的权杖 人们出于对女神的崇拜 一般会用动物做成的酒或者是人类来击败她 幸运的是现在印度人没有那么崇拜这个黑色女神了 所以一般只有在时间比较久的寺庙里才可以看到她的雕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